大家好,欢迎来到K线西游战法频道 订阅我的频道,读懂K线背后的秘密 今天是北京时间2022年4月26日晚间18点36分 在这里为大家解读比特币的行情 首先我们看一下外围市场表现 A股市场今天继续下跌了1.4% 这样的跌幅是小于昨天5.13%的跌幅 但是在周线级别上,我们已经看到了周线级别上 它出现了两轮周线级别的下跌西游 这样呢,在月线级别上我们观察到了 月线级别已经到达120日均线的一个位置上 120日均线如果颠破的话 月线级别大幅的下跌 这个下跌的空间已经完全打开月线级别的下跌 我们看上一轮08年月级级别下跌出现之后 出现了一个从6月24到1700点的一个暴跌 那这轮呢,同样是月线级别的下跌 所以呢,任何的反弹是现货市场出逃的一个机会 在行情当中呢,有很多人说3000点是铁底 我认为不是的 3000点不是铁底,已经跌破了 在上轮行情当中呢,它出现了一轮反弹 我就说了,反弹不是反转 反弹是你现货出逃的机会 但在当前的2878点出现之后 我仍然这么说 如果出现反弹,就是现货快速出逃的一个时机 时间级别,下跌的时间级别 时间周期正在不断的放大 从两轮周线级别慢慢要放大到月线级别 大家所说的股灾啊 已经出现了啊 底部下方还有底部 在这个行情当中总有多头的消息面的原因 消息面的信息过来啊 说哪里是铁底啊 什么央行放水啊 这种特别多的利好出现啊 但呢底部是缓慢形成的啊 是缓慢形成的 真正的底部到达的时候啊 没有人认为这里就是底部了 而当前呢是处在一个下跌趋势当中 在这样的趋势下呢 一切的反弹呢都构成了一个啊 逃跑的机会啊 所以呢在下跌的趋势当中 我认为是应该减仓的啊 不要去幻想底部啊 现在2800点了吗 2800点之后就是底部 不要做这种幻想啊 行情呢是走出来的 在我的K线西游战法当中 多头是多头生发出来的 空头呢也是空头生发出来的 那我们回到这个道丘斯工业指数啊 昨天是出现了一个反弹 但反弹呢这轮反弹还显得非常弱势 虽然带动了比特币的一轮行情啊 一轮小幅的在今天出现的 小幅的反弹行情 但仍然是非常弱势 下跌趋势已经发生啊 4月21日是标志性的阴线啊 也叫悟空阴线 然后22日是八阶阴线 那这轮反弹呢 仍然没有突破八阶阴线的势力范围 所以呢 到丘斯工业指数的日线级别下跌 还在啊进行当中 回到比特币这里啊 回到比特币这里啊 日线级别呢 我们之前画出来四个方块啊 这四个方块 我再画一下 把它画出来啊 分别是悟空阴线组 八阶阴线组 沙僧阴线组和唐僧阴线组 目前啊 比特币的运行区间是四万点附近 这个点位呢 仍然处在日线级别下跌 西游的唐僧阴线组势力范围当中啊 所以呢 日线级别下跌西游完成之后啊 有可能时间级别放大到周线级别的下跌西游 周线级别的下跌西游呢 目标位是在三万五千点 三万五千点呢 是一个去年一月份到现在啊 多股连线的位置 所以呢 我们周线级别的目标位啊 是在三万五千点 那日线级别发生了一轮下跌西游之后 正在进行的是啊 第一轮四小级别反弹已经完成了 目前打到这个三万九千美金以下之后啊 正在出现了第二轮的四小级别反弹啊 反弹过程当中 我们看到了一个收敛结构 也就是我黄色线画出来的这个收敛结构 在这个收敛结构当中啊 上方阻力位啊 是在四万一千美金 所以呢 在接近四万一千美金 辅进的时候 是有可 我们可以建仓空头的一个机会 同时呢 再往上啊 再往上四万三千五 甚至是四万三啊 这是一个日线级别的啊 非常强大的一个阻力位 这个阻力位呢 是去年三四五月份 波澎连线连接过来之后 在四万三千点形成的阻力啊 这个阻力呢 是不断下移的啊 不断下移的 前两天我们说是四万四啊 今天已经下移到四万三了 四万三千美金 所以呢 在这种情况下啊 在大的时间级别上 正处在下跌的趋势当中啊 日线级别下跌趋势当中 一旦出现四十级别反弹呢 就是我们做空的机会 我们的机会在哪呢 就在四万零五百附近啊 四万零五百附近是可以建仓空头 建仓空头的 然后我们可以设置一个止损 第一止损位在四万一千三百五啊 第二止损位在四万三啊 为什么说两个止损位呢 因为你的仓位啊 可以缓慢的去布局进来啊 如果四万零五百啊 布局一个仓位的话 反弹啊 上涨到四万二啊 四万一千五附近 还可以建仓一个仓位啊 主要方向呢 是空头方向 我们看啊 A股已经跌了很多了 然后呢 盗球斯公园指数正在一个日线级别的下跌的八戒的位置 所以呢 全球资本市场正在火速的退烧退热 正在一个冰冻的区间啊 冰河世界当中 所以呢 我认为空头是可以获利的 获利的一个大的方向啊 主流的方向啊 顺势而为 才能吃大鱼 吃大肉啊 逆势去抄底啊 赚呢 不一定会很多 而且要面临很大的风险 以太坊这里呢 我们把它画一下啊 悟空阴线组 单根K线 八戒一线组 我们看的是日线级别啊 沙僧阴线组啊 昨天啊 要出来一个唐僧阴线啊 唐僧阴线没有出来 又回到了这个日线级别的 日线级别的沙僧位这里 那么唐僧阴线呢 最终我认为会能走出来啊 日线级别的唐僧阴线 是可以走出来的 日线级别下跌西游的 以太坊 这里啊 目标位是2750美金 如果日线级别发生之后 这个下跌的周期就要放大啊 放大之后啊 周线级别上 我们看到了 周线级别目前仍然 仍然处在一个沙僧位的位置啊 如果周线级别下跌西游完成之后 周线级别的下跌目标位 是在2600美金 2600美金是波谷连线啊 周线级别从去年 去年3月啊 到现在 波谷连线连线过来之后 在2600美金形成的支撑 如果2600美金 以太坊在这个位置上 发生跌跌的话啊 下跌的空间和A股一样 就会完全大开 那12轮行情当中呢 以太坊跌幅95% 这轮行情如果跌90%的话 目标位是在 目标位是在500美金以下 所以呢 周线级别下跌 目标位是在2600美金 如果这个时间级别放大啊 放大到月级级别 月级级别呢 我们目前处在一个八届的位置 分别是去年12月份的悟空 然后今年1月份的八届主阴线 然后 二三四月份分别围绕这个八届主阴线啊 月级级别的八届主阴线 下跌的八届主阴线啊 开始震荡 如果跌破2600美金啊 月级级别的下跌的目标位 我认为是在1000美金附近 那么山寨币这边啊 GMT和APE啊 这两个主流币种啊 这两个山寨币种啊 依然非常强势 特别是GMT啊 我们之前多次分析 它是第三轮的日线级别的上涨西游啊 分别是第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 然后4月级别调整 第二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 4月级别调整 然后目前处在什么呢 处在一个第三轮的日线级别上涨西游的过程当中 正在八戒位的这个位置上 做4月级别调整 这个4月级别调整呢 我们把它 调整到4月级别 然后看它的降图 我们看啊 这里已经在这个4月级别上 发生了一定的突破 发生了一定的突破 这样的话 在周线级别上 我们很容易看到啊 周线级别我们可以画出来 悟空阳线祖 八戒阳线祖 沙僧阳线祖 周线级别处在沙僧阳线祖 然后如果发生周线级别的 上涨西游啊 目标外是在6美金以上 APE和它有点类似啊 如果发生周线级别上涨西游啊 我认为会在30美金以上 能够看到这样的一个空间 啊 山寨币有个最大特点啊 在 呃 上线之后 筹码大量处在庄家手里 就通过不断的拉升 不断的上场啊 才容易把这个筹码派发出去啊 特别是这种热脸币种啊 热脸币种啊 有非常强烈的上涨预期的啊 它通常会走出这种大周期 大级别的上涨西游 比如说我们之前 Waves Waves为什么提它呢 它就是在这段行情当中 走出了一个什么呢 走出了一个周线级别上涨西游 然后做周线级别的对称性下跌啊 非常精彩 周线级别上涨西游呢 是山寨币行情当中经常做的手段啊 一旦出现的话啊 这个山寨表现的会非常强势 但如果出现周线级别上涨西游 结束的情况下 回调呢 也会非常巨大啊 当然了我们看啊 GMT和APE 这两个并种在周线级别上 还没有完全走完 等它走完的时候啊 大概率是一个做空的时间点啊 好了 刚才我们用K线西游战法 解读了比特币探访 APE和GMT 今天的节目呢 就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观看 同时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 感谢大家再见